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 胖老板让工作人员拿锯子锯开 好分给下面的观众 谁知锯到一半被硬物卡住 老板上手帮忙 结果红色果酱从下面流出 还散发着一股臭味 下一秒巧克力锯开 里面赫然标出一滩血水 还藏着一具早已腐烂的人形尸骨 众人被恶臭熏到呕吐 再也不敢吃巧克力了 警察赶到现场勘察 尸体几乎已经完全腐烂 说明死亡时间比较久了 根据两侧宽骨判断死者为女性 再根据追关节的强硬状态推测她大约30岁 鉴定科分离了巧克力和尸骨 然后扫描发现 死者的头部有个凹陷 女人推测应该是死者被按进巧克力僵尸 头撞到模具上了 所以她很可能是被淹死的 他们还发现死者手臂上有锐气伤 说明她在死亡过程中有挣扎 进一步确认了这是一起谋杀 之后他们利用修复技术 还原出了女人的面貌 她正是巧克力公司研发部的员工小美 根据小美留在公司的信息档案 警方联系到了小美的姐姐 经过一番问询 警方发现小美的简历是假的 上面的个人信息以及工作履历全是编造的 警方还通过社保记录得知 小美经常换工作 每个地方都只待一年 从事的行业也一直在变化 简历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当然都是瞎编的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招来的杀身之火 记录显示小美的上一家公司是一个酒厂 探员们去酒厂调查 果然查到酒厂老板与小美的关系不一般 虽然小美在酒厂只做了一年 但却与老板发展出了情人关系 探员们还得知 老板之前与小美的姐姐是一对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看上了小美 所以抛弃姐姐转头追求小美 看来小美的死可能和姐姐有关系 警察怀疑姐姐恨小美横刀夺爱 继而杀之 但姐姐否认了 她承认自己是嫉妒小美的 但还不至于为了一个男人杀了亲妹妹 与此同时鉴定课发现 巧克力里还残留着一个气泡 应该是小美死前呼出的最后一口气 如果提取到里面的成分 或许就能得到重要线索 巨大的巧克力里竟然藏着一具女尸 这可把围观群众都吓脱了 此生再也不敢吃巧克力 根据对尸骨的检测 警方大致推断出了凶杀过程 凶手把女人按进巧克力浆里 女人的头撞到模具上 胸骨和肋骨因为挣扎而骨折 凶手用另一只手死死捂住女人的口鼻 将她淹死在巧克力浆里 但里面还残留着女人呼出的最后一口气 现在鉴定科要做的就是提取气泡里的成分 然后检测 同时他们发现尸骨的手臂上有严重伤痕 从愈合状态上来看 伤口六个月之前就有了 但是恢复的不好 说明死者在受伤期间没有接受较好的医疗 那么这伤从何而来 小美当时又身在何处呢 不仅如此 他们还发现小美左手的手指关节不对称 无明指的骨节明显脱臼了 应该是被凶手弄的 谜团太多 鉴定科始终没找到突破口 直到他们发现小美手臂伤痕处 卡着一块像小石头的异物 经过检测确定这是一种昆虫的部分遗体 而这种昆虫最喜爱的食物 就是巧克力的原料可可树 警察搜索到胖老板的对手公司鲜果巧克力 每年都会派员工去印尼可可树基地考察 由此可以推断出小美受雇于鲜果巧克力 这也解释了她手臂上的伤痕来源 警察还发现小美去到的每一家公司 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所以很明确了小美是个商业间谍 最后一次受雇于鲜果巧克力公司 于是请来公司的女老板审问 老板承认了商业间谍的事 她派小美去胖老板公司偷巧克力配方 没想到一去不回了 并透露小美此前曾与她通话 抱怨巧克力工程师的脾气非常不好 警察立马请来胖老板询问 但她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形象大使 实际的老板不是她 真正管事的其实是工程师 他们赶紧调查工程师 发现她不仅注册了离婚网账号 还网购了一枚昂贵的婚戒 想来就是送给小美的 此时气泡的成分分析也出来了 里面除了有二氧化碳等气体 还有凶手的血液 经过化验得知就是工程师的 至此真相大白 小美利用美人计接近工程师 是想要她的配方 被欺骗感情的工程师怒而杀之 还摘掉了小美手上的婚戒 影片来自美剧《石骨寻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骗感情 否则容易遭报复 女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橡胶人 双手无脸后额头上竟出现了清晰的凹痕 女孩惊呆了 赶紧上手揉搓斩平 没想到还真恢复原样了 女孩意识到了什么 用手捏住鼻头往前一拉 瞬间变成匹诺草本草 这傲娇的鼻尖医生也整不出来啊 女孩转忧为喜 将鼻子复原 她要开始改造自己了 看了眼杂志上的美女模特后马上动手 先弄个高颅顶改变平庸气质 再拉长下巴瘦出尖下巴 眼睛也要手动开眼角 瞬间变卡自然大眼睛 推高颧骨苹果几秒变丰满 捏捏嘴唇 即刻拥有性感嘟嘟唇 最后拉长脖子 天鹅颈不就来了吗 脸完了还不能忘记身材 腿拉长 昂首挺胸 小男腰也是轻轻松松 改造完毕后 女孩拥有了一张标准蛇精灵 比网红还夸张 但女孩对自己似乎并不满意 站在镜子前犹豫了很久 再看看之前和男友的合照 她陷入沉思 男友在外面等了很久 女孩终于出来了 她还是变回了以前的模样 一样很漂亮 男友称赞了她 两人一起出门约会 走着走着男友发现 女孩比以前高了 还以为她穿了高跟鞋 但女孩并没有穿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能猜到吗 可能是忘了复原腿长了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比起容貌 自信更能让你漂亮 希望大家都能少一点容貌焦虑 开心最重要